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接上回》 接说这一部西汉演绎 上回书正说到萧和考韩信 尤打招显馆转移到了相府以内 萧和继续考韩信 但没想到萧和出一道题 韩信答一道题 这叫对答如流 反而最后把萧和说得张口结舌 只能借着吃饭喝酒来掩饰自己 可以说在汉之三节 这二位的初次对垒之中 韩信取得了完胜 但即便如此 萧和十分的高兴 为什么 因为韩信是投奔刘邦而来 要做刘邦的大元帅 有如此贤德之人 辅佐我家主公 那萧和自然很高兴 所以这一宿叫夜不能寐 辗转反侧 直到第二天上早朝 萧和满心欢喜 可就来到朝堂以上 萧和出班 公身失礼 恭喜我王 贺喜我王 刘邦一听 丞相 寡人喜从何来呀 我主啊 您心想事成 啊 我心想事成 我想什么了 鬼人多忘事 主公 昨天早朝之时 您我 咱不是商量一件事吗 啊 对呀 当时寡人问你 这张良张先生 什么时候 能把这大元帅 举荐来呀 对呀 您看 现在这元帅来了 啊 子房先生 把元帅举荐来啦 那倒不是 呃 不是张良举荐来的 是咱们朝贤馆 哪 来了一位 这位啊 是大贤 这位足可以当元帅 哎 这个我昨天呀 已经考过他了 太有本事了 他说那些话呀 我有一部分都不太懂 跟夏侯英学的 哎 夏侯英就这么说呀 萧何一讲 我跟夏侯英一样 我不能说我全部懂 我也说呀 我有一部分不懂 所以 我这一看呢 这人 有元帅之材 足可以啊 当元帅 哦 刘邦这一听 这个人 姓什么叫什么呀 此人 姓韩明信 哦 出过事吗 出过 在何处居官呢 在项羽杖下为官 哦 官居何职啊 职几郎 职 我说 我说萧何呀 跑进这朝堂之上 你我君臣之分 咱们论私交 咱二位关系可不错 咱们都是配线人 哎 这交情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可你不能随便跟我开玩笑啊 啊 一个小小的侄己郎 能当元帅吗 主公啊 不瞒您说 昨天 臣也是这么想的 可昨天 我们俩这一聊啊 我这一考他呀 嘿 您猜怎么着 这韩信 胸藏甲咒 富具良谋 真可以说呀 是文武双全 我问一 他达实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为帅之道 讲得头头是道 而且纵论天下形势 太有本事了 故而 我才在您面前举荐 举荐此人 为大元帅 萧何呀 你当我真没听说过 韩信这人吗 不瞒你说呀 韩信这人 我早就听说过 这个人 是怀银人 打小啊 家里太穷 岂时于嫖母 瘦辱于胯下 后来 实在是不得志 这才须一投军 投在 项羽 帐下 这人 但凡要有本事 项羽 能不用吗 啊 之所以用他 做一个小小的 直脊郎 就说明 韩信这个人 没有什么 采取 再者一说 他什么身份呢 出身 卑贱 这样的人 我能用吗 我要用他 当了大元帅 这岂不叫 天下百姓 耻笑于我 项羽 要是知道了 也得笑话我呀 在他那 当直脊郎的人 上我这 当大元帅来了 这说得过去吗 啊 丞相 您是不是仔细 考虑考虑啊 萧和这一听啊 祝公啊 这看人 不能看出身 他出身卑贱 可是他确实有本领啊 古往今来 出身卑贱者多了 啊 您看 承汤之一隐 武王之子牙 这都是出身卑贱呢 一个是山野村夫 一个是渭水调翁 可这二位呢 都保着各自的主公 一个建立了 承汤天下 一个保武王 灭昼星舟 主公啊 这看人 可不能看出身呢 依我看 这韩信 本事太大 即便是一隐 是紫牙 哎 就算孙武攘居在世 也比不上韩信 各位 萧和这句话 评价太高了 要说提一隐 提紫牙 这些呢 都是啊 很早的人物 承汤啊 然后是周啊 文王武王 武王灭昼星舟 那距离当时来说 这已然很遥远了 可提到的后边 这几个人 那都是春秋战国的人物 那离得就相当近了 孙 指的是孙武子 吴 指的是吴启 壤居 指的是田壤居 也叫司马壤居 这几位 那都是 在当时来说 是武圣人这个级别 没有人不佩服这几位的 可今天萧和这一评价 说韩信呢 哎 比他们还都强 不在他们以下 只比他们更好 刘邦这一听 哎呀 丞相 你这话就太大了 啊 这几位都是老前辈啊 好 那都是领兵带队打仗 这一行的 祖师爷的人物 一个小小的韩信 能跟他比吗 丞相 依我看 你此言不识 刘邦这一句话说出来 萧和吉了 我好不容易在你价钱举荐一个人 我又不是说每天在你价钱举荐 那是我这人不认真 啊 这么些日子了 我始终没遇见何事的人 好不容易来了个韩信 我一天的考试 考试合格了 我都承认我不如他 我才把他举荐在你价钱 你还不相信我 萧和极了 主公啊 这不成 我萧和看人最准 我认为他行 他一定能行 这样 主公 陈不才 愿在主公价钱立下军令状 这韩信 一定能够胜任元帅 如果说他有付我的举荐 日后 那我萧和 示范 好家伙 萧和真下板 为了举荐一个韩信 把自己搭进去了 豁出去了 韩信一定行 我豁出我自己去 我也得举荐韩信 所以您看 韩信这个人 日后 后人对他的评价 有两句话 非常重要 生死亦知己 存亡两妇人 这十个字 是对韩信的评价 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评价 韩信这人 有多的能耐 不是 而是说 他这一辈子 一生一死啊 都跟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是他的知己 谁啊 萧和 韩信活 韩信死 都跟萧和有关 现如今 举荐韩信当大元帅 后人说 萧和月下追韩信 把韩信追回来 都是萧和 所以韩信能成事 那得感谢萧和 但话说回来 韩信最后死 也是萧和的主意 魏阳公主刀斩将 韩信功劳太大 怕韩信谋反 问基于萧和 萧和 给刘邦 给吕氏 出的这主意 怎么杀韩信 所以韩信死 也跟萧和有关 这句话 叫生死亦知己 还有一句话 存亡两妇人 韩信活 指的是一个女人 就是嫖母 小的时候啊 钓不上鱼来 没得吃没得喝 眼看就得饿死了 河边上 一个洗衣上的老太太 可怜他 给他一顿饭吃 这就是一饭之恩 有了这顿饭 韩信活了 到后来 韩信参军 日后 韩信金台败帅 韩信得感念 人家嫖母 一饭之恩 那么韩信死 刚才说 是萧和出的主意 但实际上 背后 这主要的人物 幕后的推手 是吕后 是吕氏 所以说 这也是一个女人 留下这么一句话 生死亦知己 存亡两妇人 今天 萧和在殿上 好 把自己豁出去了 我也得举荐信 当这大元帅 刘邦一看 哎呀 丞相 咱们二位 认识这么多年了 您怎么还跟 小孩子一样 有道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韩信是什么人 我心里明白 您哪 就是被韩信的言语 所蛊惑 您要知道 韩信这人 肯定是能说 但能说 不见得会做呀 能说跟会做 这可是两码事 要讲说 寡人我也能说 三寸不烂舌 两行零力尺 我也 有兄辩之能 那你让我当大元帅 我当得了吗 我不是那材料 所以说丞相 看人哪 还得谨慎 还得慎重 这不能以一时之德 是判断这个人 那也说刘邦这话 说的有道理没道理 有道理 您别忘了 刘邦这个人物 论本领 文不懂孔孟之道 武不小 孙无兵机 可现在俗话说 要麻麻不成 但这人最大的优点 这人会用人 这人会交朋友 所以为什么刘邦能当皇上 项羽这么大能力 项羽为什么施天下 这两个人是鲜明的对比 刘邦这人缺点多了 贪财 好色 这都是他的毛病 但是就因为他知人善用 就这一点可以掩盖他的所有缺点 所以他最后能当皇上 他所仗汉支三杰 萧和 张良 韩信 这三个人为刘邦出了多少主意 立了多少功 要没这三位 刘邦当不了皇上 那刘邦呢 为什么能用好这三位 就是因为他会用人 他会交朋友 您说项羽手下没能人吗 老雅富 范曾 大将 英部 钟立末 都有能耐 可最后项羽一败涂地 所以说您看历史 学历史 您也得辩证着分析着看 确实有意思 您真正琢磨进去了 研究进去了 您就觉得这历史有意思了 这就叫以史为鉴 所以说就因为刘邦 知人善用 刘邦会用人 所以今天萧和这一说呢 刘邦知道 这萧和有点跟自己赌气 刘邦是老江湖了 这一看萧和是这样 他得劝萧和 别着急 一步一步来 萧和这一听 不敢多说了 为什么 毕竟有君臣之分 人家现如今是汉王 我是丞相 我在金殿之上 吵吵闹闹 这不相话 所以萧和往回收了收 主公 那依您之见 怎么用这韩信呢 丞相 丞相 这样 你不是说韩信有能耐吗 好 我先封韩信 做个莲敖官 你看如何 啊 这官也太小了 这不大财小用吗 丞相 不小了 不小了 莲敖官 也管十个人呢 啊 他当直几狼的时候 是让别人管 现在他能管十个人 这我对他还薄吗 萧和一想 得了 刘邦啊 以言发话了 发了话 我再跟他掰扯 再跟他争执 不合适了 好吧 主公啊 那就按您说的 咱们先让他当这莲敖官 对 看韩信 这莲敖官当得怎么样 如果当得好 丞相 你放心 不用你说 寡人 也得提拔于他 此事啊 根据他的表现 咱们在意 你看如何 行 萧和一想 甭管怎么样啊 有刘邦这句话 有这在意 这就好办了 萧和 不原意了 回转班中 没事呢 可以就散了潮了 散潮之后 萧和 往家走 坐在大轿之内 萧和就琢磨 哎呀 这我回去怎么跟韩信说呀 啊 天壤之别呀 昨天我满英满许 答应人家 举荐他当大元帅 这回 没想到 就给个莲敖官 这差的也太多了 书说至此 各位 得跟您解释一句 这莲敖官到底是什么官啊 这官啊 比您熟知的毕马温呢 大不了多少 嘿 毕马温呢 是孙悟空管马的一小官 这莲敖官呢 是管粮食的一小官 过去呀 这个 有粮仓 这个全国 比如说 管粮食 这个官叫什么呢 叫智宿都位 宿就是上边 一个有 叠一个米 智宿都位 管粮食的官 总官 叫智宿都位 在这智宿都位下边 就是莲敖官 敖呢 就指的是粮仓 莲敖官就指的是管粮仓的 一般来说怎么着这一个地儿 这一个小国吧 那这粮仓也得有个数百座吧 所以说呢 这管粮仓的官就叫莲敖官 给韩信这么一官职 就让他呀 管一座粮仓 说白了 手下呢 有十个差人 这十个差人呢 听他调遣 这就是韩信的官 所以萧和这一想 这跟大元帅差距太大了 这我回去怎么教的呀 想着想着 好 已经到家门口了 大叫骆平 有人 把萧丞相有点叫忠掺出来 萧和迈步上台阶 一边走还一边琢磨 见着韩信怎么交代 进了府门 好 购奔书房 刚一到院里 萧和抬头一看 嘿 韩信呢 在外书房门口迎接呢 韩信一看 呦 回来了 韩信挺高兴 往前紧走几步 身师一礼 诶 丞相 您回来了 啊 韩信是 我回来了 咱们有话屋中说吧 哎 韩信当时就明白了 这事要是好事 我这元帅要当上了 还用屋中说吗 到这儿就得给我传这喜报啊 哦 让我上屋里说去 甭问 这事啊 八成要黄 韩信跟着萧和往屋里来 来到屋中 萧和坐下 韩信也坐下 韩信瞧瞧他 丞相 今日早朝之事怎么样啊 好 开门见山 萧和呢 本来想啊 先聊点别的 没想到人韩信 头一句话 好 一针见血 就问早朝 哎呀 哈哈哈哈 韩信是 早朝 挺好的 挺好的 丞相 韩茂人 我那事 怎么样 哼 问的还真急 哎呀 呃 韩信是 是这样啊 这个 我呢 已然在主供价钱呢 举荐于你了 这我知道 您今天上朝不就是为这件事吗 我说这结果如何呀 这个 我呀 在主供价钱 举荐您做兵马大元帅 可是呢 这个主供最后传旨啊 是 是 是 封您哪 做连 熬 官 说完之后 萧和一闭眼 干嘛呀 那意思 等待暴风咒语 韩信肯定得不高兴啊 不乐意啊 出言不逊啊 我听着吧 没想到等半天呢 韩信 也没发火 韩信 也没嚷嚷 相反 韩信这一张口 不雅如 黄梨 明柳一般 各位 这词好听了 您要熟读唐诗 有这么一句诗啊 叫两个黄梨 明翠柳 这声音多好听啊 韩信现如今这话呀 就跟黄梨明柳一样 让人听着呀 如沐春风 韩信满面带笑 哎呀 要照这么说 可就多谢丞相了 啊 萧和愣了 这韩信 这态度怎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啊 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啊 韩贤师 您 没听错吧 封您是 莲敖官 丞相 韩某人听得真耳切真 不是 管粮仓吗 啊 好啊 哈哈哈哈 丞相 这个官太合适了 您放心 韩某人呢 一定尽职尽责 把这项工作完成好 不负啊 您的举荐 不负啊 主公之风 哟 呦 萧和这一听 哎 韩贤师 您 做好思想准备 早做好了 哈哈 多谢丞相您 举荐之恩 这是萧和所没想到的 为什么呀 韩信心里太明白了 哦 就凭萧和一句话 是 他是丞相 那一句话 我就当成大元帅了 这刘邦 那也太糊涂了 刘邦也不是一般人呢 再者说 他有可能知道我韩信之名 他能用一个小小的直脊郎 当大元帅吗 所以说呀 韩信早就做好这思想准备了 甭管封我什么官 只要用我 好 我就干 而且 我好好干 我非得干出个样子来 叫你们瞧瞧 到那时 你们心服口服了 好 我把张良张子房 这封绝书望上一线 到那时啊 嘿嘿 凭真才实学 我当这大元帅 现在呀 我呀 稳着 不着急不着欢 我以我的 工作 本领 我以我的工作成绩 让你们心服口服 这 就是 韩信所想 萧何一看 这可太好了 韩贤士 那您打算 什么时候上任呢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 只要您方便 我今天就上任 好 萧何一看 这太痛快了 提起笔来 刷刷点点 写下一封书信 派一个差人 领韩信 前往 智宿都尉府 向智宿都尉说明 这个呀 可不是一般人 是丞相举荐 大王钦锋 前往你的 智宿都尉府 去当这个 连敖官 韩信 跟随差人 来到智宿都尉府 各位 这才引出一段书 叫连敖官 韩信算粮 威震都尉府 谢谢各位 咱们是下回 再说 请不吝点赞